很多人在天冷时容易打喷嚏 打喷嚏可以清除鼻子里的刺激物或细菌 但相信每个人也遇过想打喷嚏却打不出来的窘境 所以一般来说喷嚏就是一个帮我们可以在 我们还不需要思考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排除异物 那因为它是一个反射 如果说这个异物的刺激不够强的话 有可能你会觉得哦 有点痒痒 但是喷不太出来这样子 医生表示虽然当喷嚏 喷嚏打不出来时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危害 不过当真的很想要打喷嚏时 可以试着看着一盏灯 透过刺激神经反射 或许喷嚏就可以轻易打出来 不过这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效 闻香料脑鼻子内侧也是简单又容易的方法 真的不行再拔鼻毛 刺激三叉神经的同时能引发喷嚏 其实通常就大家可以拿一个 比如干净的卫生纸的尖端 生计你的鼻腔里面轻轻的烧一下 大概就会想要打喷嚏出来 医师表示打喷嚏是一种反射动作 打不出来时的尴尬情况 或许只是误认为自己需要 但其实身体觉得不需要 医生提醒可以试看看帮助打喷嚏的方法 但发现多次无法顺利打喷嚏时 再就医进一步检查 巴拉新闻简绍齐赖成为采访报导 民生包方式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